测试两年 知名连锁超商于4月17号正式在门市开卖珍珠奶茶 虽然珍珠年成一团 中间太硬不够Q等问题已得到解决 民众仍对珍奶防伏剂等品管问题提出质疑 因为在外面卖的话 就是感觉你可以现场看到它煮 可是在全家它都已经弄好 所以你不知道它的生产过程到底是怎么样 品质方面我就觉得超商可能就是比较阳顺一点吧 我们就用门状保存嘛 我们本身我们就有那个什么 HHGP跟那个ISO的那个检验啊 最佳散位器比传统的珍珠大概多了一倍的时间嘛 左边是知名连锁超商的珍珠 而右边是一般饮料店的珍珠 究竟两家珍珠有什么不同呢 让记者为你亲身检测 从颜色来看 一般饮料店的珍珠会比较深 而知名连锁超商的珍珠会比较浅 软硬度方面 一般饮料店的珍珠会比较难截断 知名连锁超商的珍珠则比较软嫩 直白按下后发现 两家珍珠基本上Q度没有太大差别 此外 质问是大小颜色还是软硬度上都有些微差异 民众可依个人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口味 尽管供应商表示已做好品质的把关 但珍奶依然属于加工食品 当中的添加物可能会造成人体负担 珍珠里面有可能一些添加物嘛 它成分其实不是很清楚啦 所以说吃那些化学东西吃太多 可能对身体一定会累积 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第二个就是它热量蛮高的 而且它的甜度比较强 不要常喝 知名连锁超商开卖珍珠奶茶 现在民众不需到饮料店就能喝到珍奶了 但民众也要适量饮用 以免对身体带来负担 中正一报记者陈嘉宜 曾培翰 中正大学报导